南加州奇诺市有一名华裔男子王丽熙 由于在警察查起非法大骂屋的逮捕过程当中 涉嫌遭到警察过度执法 结果不幸头部重担身亡 他的家人为了要替他讨回公道 特别找到南加州知名的律师邓宏 而且他新手神探李章玉还有非裔知名律师 共同组成梦幻团队要帮王丽熙家人讨回公道 针对驱鸟警察其实在扫荡大骂屋的过程当中 对于王先生是否存在的一个执法过当的争议 引发各地的讨论 因此南加州的邓宏律师特别举办了记者会 就这些案情的疑点意义的说明 在准备之前要知道里边的住客是讲中文的 讲英文的 以后讲斯班牙文的 他们都没有做好这部分 有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进去之后 他们的话说稍查了20分钟 以后再走出门的时候 其实他躲的就是在大门口 如果你在二楼门躲的 我可以理解他们很紧张 但是他是躲在大门口里边去 那警察的培训是怎么 你稍查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第一个时间可以找到他 所有这些的话 我们将来取证的话会请李博士过来 我们最重要的话 就是说从警察培训的角度看 警察在哪方面做得不够 找来华人世界最受尊重的神探 李昌玉博士加入整起案件的调查 为的就是让整起案件 能够早日水落石出 同时要这边呼吁所有的观众 能够尊重警察执法 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以上是东西新闻 英雄和杨鹏郡在洛杉矶的 产生报道